大家好 今天是7月6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吳蝶本新聞 被試三日新增31宗確診6人疫望 衛生官呼籲安全地進行社交互動 梁王公園多人被襲擊 疑犯被警方逮捕 軍事國慶日凶殺案疑犯被捕 被試三日新增31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令本省總數升至2978宗 新增的31宗確診病例 包括星期五到星期六新增9例 星期六到星期日新增15例 星期日到今日新增7例 三日內亦有6名病人死於疫情 令到死亡人數上升至183人 省首席衛生官亨利說 到目前為止 本省仍然有166宗活躍個案 有16人住院 4人需要深切治療 今日未有增加新的醫療機構 或社區爆發的案例 亨利說 省民在外出的同時 應該進手安全的社交互動規則 用來保護所有人 他強調 在外地入境的旅客或國民 必須要進行自我隔離 盡自己的一分力 保護整個社區 有幫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有十多年專業經驗 一條龍服務幫你找到好租客 還提供買賣住宅及商鋪服務 令你安心又放心 列治民分店新開幕 歡迎查詢604-723-9991 登哥華事件今天公開 一名男子昨天在 呂皇伊莉莎白公園 多次襲擊在公園附近經過的途人 並替他們做出威脅 和嘗試搶劫的行為 市警發言人Aaron Rhodes 指 警方在收到幾個911報案之後 立即到場將疑犯拘捕 但由於醫護人員當時需要 對疑犯使用鎮靜劑 其後也將他送往醫院 警方初步未能確認疑犯身份 以及了解作案的動機 但警方將會向他提出多項襲擊控罪 以及口頭威脅和搶劫等罪名 雲哥華市警發言人羅登剛剛宣布 Lewis Mahler 並對他提出一項 一項襲擊被刺身亡 雲哥華市警發言人羅登剛剛宣布 已經逮捕了52歲疑犯 Lewis Mahler 並對他提出一項襲擊控罪 疑犯和受害人都是住在溫哥華 受害人是49歲男子 Daniel Hayden 舉被疑犯刺到重傷 之後送院 在7月3日不致死亡 警方指出 調查人員在7月3日逮捕疑犯 這項襲擊溫哥華今年以來第五宗凶殺案 受疫情的封關令影響 今年的國際旅客削減 往日熱鬧的溫市 洛順街禮品店如今生意冷清 有些店家的業績大跌了八成以上 只有少量本地顧客上門 為了配合市場轉變 Snow Wiggle Gips就調整了他們的經驗模式 主推針對本地客人需求的日常商品 例如口罩、馬克杯等 經理Niami表示 進門軒眼的位置 就已經可以見到國旗和油畫圖案的布口罩 銷售狀況不錯 自6月底開賣之後 短短一個禮拜內 就追加了一次的進貨 但因為商店關閉了三個月 部分食品類的貨物已經過了保質期 轉失很大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了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的話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溫哥華是604-247-4278 溫哥華水族館的海洋暴雨類動物救援中心 近日在溫哥華島 救出了一隻剛剛出生10天的紅性海賊BB 而經過檢查之後 發現海賊BB患有低血糖和低溫症 但是進食情況就算良好 這隻海賊是在7月2日 在溫哥華島的QCard被人發現 當時落單的小海賊發出了徹夜的叫換聲 媽媽相信已經死亡 工作人員已經將海賊BB取名為Joey 目前救護中心的工作人員 只是24小時監護著Joey 溫哥華水族館的首席秀醫 浩倫娜表示 水賊幼宰在出生的頭六個月內 幾乎是沒有生存能力 極為依賴媽媽 他們會爬在媽媽的胸口 慢慢學習如何梳毛、暴食和游泳 一旦離開了媽媽的懷抱 就會很難獨自存活 多麼強制市民 在室內公眾場所戴口罩的 扶勵明天就實施 就在剛剛過去周末 市裏面一間醫院的急症室 就鬧出戴口罩的風波 這段引起爭議的視頻 是由事件中不戴口罩 闖入急症室的楊女仁 常在到社交網站 吸引400萬名觀眾 就在上個星期錄 楊女仁蒙塔娜和兒子 去到史西湖濱西區的 盛Joey醫院看急症 他懷疑自己手指斷了 就在登記的時候 當席的護士就請他戴口罩 蒙塔娜跟著就起爲 你是要求我戴口罩 不是就不給我提供醫療服務 護士回答 是啊 我們請求你戴口罩 蒙塔娜是都不肯 於是三名保安人員就帶他出醫院 市長莊德里說他沒有看過這條片 不過他說醫護人員的要求合理 衛生廳長葉麗雅就支持醫護人員 又認為醫護人員勇敢面對疫潮 市民很應該遵守醫護規定 自己中了招的市議員Michael Ford 也在Twitter回應 我不理你自己怎麼做 但是幫幫我吧 意思就是說不要類街坊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但是為什麼不利己利人 在港區國安法7月1日實施之後 加拿大環球事務部也更新了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提醒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表示他們面臨的風險會增加 加拿大人是有可能會被香港的國安法任意拘留 也可能會被引導到中國大陸 在北京 中國外交部就猛烈評擊加拿大禁止向香港出口軍事物品的做法 發言人趙立堅更加直斥環球郵報記者的提問是強詞奪理 當時香港中評社的記者問 加拿大宣布加方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軍事物品 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例 更新了加拿大公民去香港旅行的提示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 加方正在考慮移民等其他措施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當然就是一貫說 加拿大的做法是干預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 將完全由加方承擔 中方敦促加方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以免對中間關係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接下來的戲辱就是 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記者問 加拿大與中國內地之間並沒有引渡協議 現在加拿大決定暫停的 是與香港方面的引渡條約 這樣是意味著 加方將香港視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為何對此不滿呢? 趙立堅就說 你是強詞奪理 你不知道這是加方在干預中國的內政嗎? 是不是強詞奪理 在這裏我就不評論了 否則又被人罵了 尹國華明天7月7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大致上多雲 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高有18度 UV指數有6 強度屬於高 晚上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13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售中檢控的案件 由特首委任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指定法官之一 總裁判官蘇維德 今天《二國安法》第42條規定拒絕被告保釋 被告被指在7月1日 拿著一輛插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歧視的電單車 是彎仔再向執勤警員 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 早前因為腳步骨折留意今天出院 被阿旺西九龍裁判法院出庭應訊 法官蘇維德表示 基於案情嚴重和《國安法》第42條規定 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和司法機關 在施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激壓、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 應當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 有效防範、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 相信他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否則不得準於保釋 法官最後決定認控方申請 將案件壓好至10月6日再訊 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今日刊憲公布 明天申後 港區《國安法》第43條 即香港警務處國安部門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時 可以採取的各種措施 包括為修正而搜查有關地方 限制受調查的人離開香港 凍結、限制、沒收和充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相關財產 移除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和要求協助 向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及其代理人 要求就涉港活動提供資料 進行截賽通訊及秘密監察的授權申請 提供資料及提交物料 今日公布的實施細則其中提到 在特殊情況下 助理處長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 可授權其人員在沒有首領的情況下進入有關地方修正 授權警務人員可向裁判官申請首領 要求懷疑犯了該單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而受調查的人加出旅行證件 並限制他離開香港 警務處長如有合理懷疑可在保安局上批准下 要求疑罪在電子平台發布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等 而罰則方面 如訊息發布人未有遵從警方 疑罪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要求 一經定罪可被罰款10萬元和監禁一年 如有服務商未有遵從疑罪限制 或停止任何人接達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或平台 或提供協助的要求 一經定罪可被罰罰10萬元和監禁六個月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陳凱琳最近公佈了寶寶的聲別 她說丈夫鄭家榮雖然在做爸爸 但仍是很緊張 這是影片來的 神秘嘉賓 登登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